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今天是每期时间1月31日 欢迎收看万文微博 我是Cherry 华尔街日报星期四报道说 中国谈判代表建议川普总统下个月访问中国 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晤 解决两国间的贸易纷争 川普在7点41分发布的第一条推特中写道 中国最高贸易谈判代表正在美国会见我方代表 会谈进展顺利 双方都有良好的意愿和精神 中国不希望提高关税并认为如果达成协议 他们会做得更好 他们是正确的 川普在7点48分第二条推特中写道 今天将在椭圆形办公室会见中方的领队人和代表们 在我和我的朋友习主席在不久的将来会会面 讨论并一些长期存在的和更困难的问题 达成一致之前是不会达成最终协议的 川普在7点56分第三条推特中表示 中国代表和我正在努力达成一项完整而全面的协议 不留下任何悬而未决的问题 所有这些问题都在讨论中有望得到解决 否则到了3月1日中国关税将提高25% 所有人都在努力工作争取在3月1日之前完成 华尔街日报原以没有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提供的消息报道说 中国副总理刘鹤建议川普总统下个月底 在越南会晤了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后 前往海南会晤习近平 2018年7月3日 当时还是海航集团董事长的王健 在法国从高墙坠落不至身亡 事发之后 法国警方做了意外坠落死亡的结论 但中国社交媒体上则热吵各种他杀的可能 班农与流亡美国的郭文贵宣布集资1亿美元 调查中国政府的司法乱签行为 在班农看来 毫无疑问王健之死背后 是北京操纵的一起政治谋杀 法国《解放报》1月31日周四 在显著位置发表了长达三页的 关于王健之死的调查报道 报道认为 政治谋杀之说应当排除 但意外死亡之说可能性也非常小 王健应该是自杀 报道称 村里一名55岁的养录工Jackie 当时正在与教堂比邻的花园里维护草坪 他明确地看到一名决心要跳下去的男子 警方调查人员表示 王健坠落时是双脚着地 以致旗下身插入了腹枪 引发严重内出血 死者身上的伤处显示 他更是想垂直跳落 王健在事发当天清晨 曾询问餐厅服务负责人Jofre 酒店游泳池的深度 也让人感到有些困惑 不过 解放报这份调查报告发表的当天 参与王健死亡案件调查的 先兵队和检察院就发表声明 驳斥媒体报道称 他更可能是死于自杀 重申王健之死是意外事故 美中经贸谈判1月30日在华盛顿展开 与此同时 两国在后台的军事较量也越来越明显 据日本时报的报道 1月29日 在美中高层贸易谈判在华盛顿展开的第一天 美军两架B-52战略轰炸机 飞越东中国海和日本海附近 进行长达11个小时的例行训练 最近几个月 美军B-52轰炸机经常出入 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有争议的海域上空 去年9月 美军向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上空 派遣了B-52轰炸机 引发中国抗议 称其为挑衅行为 与此同时 中国军方的行动也得到越来越多的曝光 1月23日 中国中央电视台军事报道节目 首次展示了非常清晰的东风26型弹道导弹的发射画面 甚至导弹弹头细节也清晰可见 香港南华早报分析称 公开DF-26事发场面是对美国发出的警告 美中两国高层官员 星期三在华盛顿展开为期两天的贸易谈判 一些风险是认为双方难有实质性的突破 知识产权问题是主要的棘手问题 在美方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率领的美方代表团 与中国副总理刘鹤带领的中方代表团 本周在华盛顿开始高层经贸磋商之际 中国正在快速推动外商投资法草案 这一举动被认为是为了满足美国对中国的要求 以缓解两国之间不断升级的贸易争端 这项新法包含知识产权保护 并禁止利用行政手段强制技术转让 在此之前 中国还成立了知识产权法庭 降低了进口汽车关税 彭博社报道说 北京提出在未来六年大量进口美国商品 在2024年以前将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降低为零 但是一些观察人士认为 这些举措难以缓解美国对中国 包括知识产权盗窃和强迫技术转让等结构性问题的担忧 路透社星期三报道 熟悉双方谈判的人士以及贸易专家都表示 没有多少迹象表明 中国官员愿意解决美国提出的捷克性新改革的核心要求 包括保护美国企业的知识产权 停止强迫美国公司技术转让的政策和做法 路透社报道 捷克的网络监管机构从去年底对企业发布警告 指出使用华为技术恐有安全疑虑 30日捷克财政部金融总局就修改了该国正在进行的新版税务入口网站的招标限制 排除了华为日后参与标案的机会 位处中欧的捷克现正为一个新政府税务入口网站的建设进行招标 合约总价值约5亿克朗 原外先预见华为可以拿下合约 不过去年年底 捷克的网络监管机构NUKIB就提出警告 呼吁网络运营商及相关重要机构 不要使用华为和中心通讯制造的软体或硬体 因为使用这两家企业的设备会造成安全威胁 昨天 捷克财政部金融总局就修改了税务入口网站的招标规定 指出 任何被网络监管机构NUKIB指设可能造成安全威力的企业 都不能参与招标 间接地排除了华为拿下这项合约的可能性 此次拒绝招标是捷克首次让华为吃闭门羹 不过关键的5G通讯网络建设 捷克当局尚未禁止华为参与 委内瑞拉反对派临时总统瓜伊多宣布国家脱困计划之日 欧洲议会1月31日宣布承认 瓜伊多为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的合法性 欧洲议会还表示 全力支持瓜伊多的脱困计划 并呼吁欧洲各国采取坚定团结的立场 承认和支持瓜伊多 这项议案由欧洲议会主要党团提出 今天获得通过 美国 加拿大 美洲国家组织多数成员 澳洲都承认瓜伊多的合法性 俄罗斯 中国 古巴 墨西哥等国 不承认瓜伊多的合法性 北京和莫斯科还在安理会否决了 有关承认委内瑞拉临时总统 瓜伊多合法性的议案 西班牙 法国 葡萄牙 德国 英国 荷兰六国 则在1月26日给马杜罗八天的时间 要求他宣布重新举行总统大选 否则将承认瓜伊多 法国总理菲律普今天表示 如果马杜罗在本周日八天最后期限 还不宣布提前举行总统选举 那么法国将承认瓜伊多 富士康落户威州 一直是川普介意炫耀的政绩 根据今日美国分析 川普在过去的六个月 提到富士康在威州建厂达二十多次 这还不包括在竞选集会 媒体采访和推特的吹嘘 他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可是机会忠告消失 由于富士康表示 建厂耗资一百亿元 及雇佣一万三千名工人 在川普的推动协助下 富士康与威州前共和党籍州长沃克达成协议 州及地方政府承诺 提高达四十亿元的公共补贴 然而 由于富士康表示 只希望在威州建立技术中心 而不是制造工厂 这四十亿元恐会泡汤 对此 威州的共和党籍州议员领袖 却纷纷指责 现任民主党籍州长艾福斯 指他是造成富士康改变发展重点的原因 威州州议会议长沃斯 及州参议员多数党领袖 费斯杰罗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富士康是对新州长所带来的经济不确定性 作出反应 他们指责 艾福斯反对在制造业及农业创造职位的做法 强烈北极寒流三十日笼罩 美国中西部地区并向东部延伸 全美共有22个州出现 零下32摄氏度以下的气温 让超过1亿4000万美国人 感受到了刺骨的寒风和低温 不仅让号称铁锈带的中西部 出现了20年来最寒冷的低温 铁轨和水管动裂事件平传 电力系统也不堪负荷 维修人员穿着重装全力抢修 极度寒流至少已造成了8人丧生 包括伊利诺州一个 在企图进入家门时摔倒的老年人 爱阿华大学有个学生深夜就发现 倒闭在学校大楼后面 芝加哥地区有个男子被铲雪车撞死 印第安纳州北部有一对年轻男女 在积雪的路上因车祸丧生 密尔瓦基一名男子在车库里冻死 芝加哥冷得犹如极地 气温低到零下30度 密尔瓦基情况类似 米尼亚波利斯市 气温更是低到了零下32摄氏度 在风寒效应下 甚至是体感温度达到了零下45度以下 以上是今天的万维微播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